hello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beautifulsop 这个东西的一个单转基本使用 这个beautifulsop的话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直接从我们的直接安装好的那个bs4这个库当中 导入一下这个beautifulsop导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beautifulsop的话 它就只能去加载那个什么呢 h的那个字上 而不能跟我们那个xbus一样 从那个文档当中去剪 从那个文档当中去读取那个h的代码 那么这个beautifulsop它是只能从那个 直接读取这个字上 那么在我们的爬虫里面的话 是不是这一项功能其实就够运了 因为我们用爬虫的话 是不是就只是把这个 是不是把这个数据从网上面拿下来 对 从网这上面把它给拿下来 然后直接塞给它去处理就可以了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个这样的字上 是那个h代码的一个字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什么呢 直接将这个h代码这个代码扔到这个里面来进行解析 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要给它指定一个解析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是 为了跟大家讲是这个简单的使用 所有的话这里边直接打印了一个pretty 就是说打印它 将这个字上把它给打印出来 那么如果后期我们真正需要 要去使用这个beautifulsop去提及一些元素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sop下面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有那个fund的方法 有一些这样的fundall方法 这些方法 就需要通过那些方法去查找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 好吧 好 那么这的话就是像一个简单的代码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pychamp当中 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 这里边我新建好了一个项目叫做beautifulsop demo 那么以后我们关于beautifulsop项目的代码 我们就放在这个文件当中跟大家讲解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下 from这个什么呢bs4 inport一下这个beautifulsop 好 那么接下来我这里边定义好一个什么呢 定义好一个字上是 实际上有六个引号对吧 六个引号的话是那种多行的那种字帐 就是可以表示多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就是之前我们的那个腾讯的这个代码 把它给拿过来 就这个腾讯 腾讯招聘的这个代码把它给拿过来 然后放在这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代码来做测试 让这个beautifulsop去解析 好 那么的话这个地方就是bs等于什么呢 beautifulsop 然后这个地方把这个代码给进去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仓数 是我们本集合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仓数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指定一个解析器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使用这个解析器 也是使用的是那个l插面这个解析器 使用的是也是那个l插面那个解析器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beautifulsop的话 你默认也可以不用不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 那么如果你不给他指定这个解析器的话 他就会使用这个beautifulsop他自带的一个这样的解析器 那么这个解析器他是用的干嘛的呢 他跟我们这个beautifulsop他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是一个c语言和那个python语言的一个这样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python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python的话是不是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c语言编写的吧 对 那么我们这个bs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l插面有点类似于一个站的原理啊 我们这个beautifulsop的话啊 bs啊我们这个beautifulsop他其实底层的话 他需要有一个站的引擎 需要一个人的引擎一个人的解析的引擎啊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指定这个解析的引擎为这个l插面啊 那么的话这个beautifulsop他底层是一个这个使用这个l插面这个解析器啊 使用这个解析器把它给解析 解析完成以后他再把解析出来的这个结果 然后的话建立好上几个我们跟大家说好的一个这样的数换结构啊 把它给说服建立好一个这样的数换结构啊 那么以后你再去提醒的时候 他就直接从这个数换结构当中去查查找那个元素就可以了 没算这个的话就是l插面啊 以及这个bobs他们之间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啊 一个这样的关系啊 好那么我们这个把这个删掉啊 就是这个l插面的话就是beautifulsop啊 他底层的话这个beautifulsop有点是内随意 他只是一个壳的吧 他底层的话还是需要去依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这样的解析器 把它给解析好 解析好以后他再把解析的那个结果 建立成一个这个数换结构啊 那么这个是beautifulsop啊 然后的话这个解析器是有l插面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解析器 那么我们这边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里话有安装解析器对吧 有这些解析器啊 第一个解析器就是python标准库啊 这个的话就是python标准的一个这个解析啊 那么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他默认使用的就是这个html.pass这个解析器啊 默认的话就是使用这个html.pass这个解析器啊 那么这个解析器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它是python内置的 就是说不需要安装的吧 执行速度适中啊 文档容错能力比较强 对吧 就是如果你这个html这个代码不是很规范啊 那么出错了 那么这个html.pass这个东西 它可以有一定的容错能力啊 就可以就是说啊 出现的这个问题 它可以给你自动的修复啊 好然后它的列式是在这个pysol27或者3.2前啊 把这个版本之前 中的中文文档中啊 的版本中文档能文档容错能力比较差 对吧 就是在这些版本之前 他们的那个文档容错能力比较差啊 这个是它的列式啊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lxml这个解析器 对吧 这lxml这个解析器的话 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 用的比较多的啊 它的优势的话 就是执行速度会比较快 对吧 容错文档容错力能力也比较强啊 缺点的话 就是需要安装这个四眼库 这个的话没什么话说 对吧 我们只要input pip install lxml的话 就已经安装好了啊 已经安装好了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个的话 就是解析xml的 那么我们这的话就不去介绍了啊 好 下面还有一个是那些什么呢 ftml stml5 lab啊 这个东西 它是有最好的容错性啊 因为ftml5的话 它是拥有那个最好的容错性 就是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立即给你修复好的 修复好的啊 然后它是以这个浏览器的方式 解析这个文档 对吧 这个ftml5 lab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是一个浏览器啊 对吧 在我们浏览器当中的话 你这个ftml这个代码啊 即使是写的非常不规范 那么我们这个浏览器 它也能够兼容 也能够把它给显示出来 明白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浏览器 它即使 你这个ftml代码写错了啊 它可能啊 它可能显示不了 但是它绝对不会报错 明白是吧 我们这个浏览器 它绝对不会报错啊 那么ftml5 ftml5 lab这个东西它就拥有了这个什么呢 一个这样的属性啊 就是 它会这个融错能力啊 会非常非常非常强 非常强啊 好 然后的话以 它是以浏览器的方式解析的 对吧 然后是声称 ftml5格式的一个这样的文档啊 它的列式就是速度慢啊 速度一万啊 这个的话不依待外部扩展 怎么叫做列式呢 应该是放在优势里面才比较好的吧 啊 那么我们一单位用的比较多呢 就是这个ftml 因为它的速度又比较快 那的话 容错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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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啊 那么如果以后啊 确实碰到一些非常啊 奇葩的这个啊 奇葩的一些真的啊 一些真的页面啊 那么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这个ftml5 lab的方式去解析 因为这种方式 它的容错能力是最强的啊 就是在解析的时候不会出错啊 在解析的时候不会出错啊 那么要使用这个ftml5 lab这个解析器的话 你就需要去安装一下 就是pipe install ftml5 lab 这样的话就可以安装好了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安装好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方式的话就使用这个啊 lchannel啊 当然使用这个lchannel这个解析器 你这个地方也不要忘记的一点是什么呢 pipe install lchannel 这个一定不要忘记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 这样的话啊 这样的话 你扔给bill4.5 他就相当是已经将这东西建立好一个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查一些元素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bs去查找啊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话再来暂时先不去讲这些api 在暂时先不去讲这些方法的使用 好吧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直接打一个东西 就是将这bs.pretty pretty的话就可以将这个ftml这个代码啊 那个也最比较比较美化的方式把它给打印出来 好吧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再来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 他就以这种比较好看的方式把它给打印出来 对 而且可以看到哈 这个里面我们没有shdml和body这两个元素 它是自动的给我们加进去的 对 就是说比较比较美观一点啊 比较美观一点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啊 bill4的这个基本使用就讲到这里吧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啊 好 那么下集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bill4这个东西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那些元素 好吧 好 课程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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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